谁没有一生 黑光明心时 谁能预解 后果 阿拉伯数字九九 今晚的故事主人公 是个专一且痴情的男人 老行 老行呢一直没有成家 但喝多了酒时 他会和他的徒弟们说 你们师母年轻时有多漂亮 人有多好 没结婚的人哪里来的师母 老行嘴里的师母叫范淑芳 那是1993年 老行在机械厂上班的第三个年头 老行是接他的爸的班 他们一家人都是机械厂的职工 那时候他才25岁 大家都叫他小行 小行是电焊工 这天车间主任带来了一个女徒弟 说小行 这个是范淑芳 刚从技校毕业 分配到咱们车间 你给代代 小行从旱季上抬起头 看到一个眉清目秀的姑娘 头发剪得很短 像大老爷们儿的板寸 笑起来嘴角有两个梨窝 范淑芳大大方方地问 行师傅 我能干点啥 一点儿不像其他那些刚出校门的女孩扭捏 连说话都脸红 小行 小行挺喜欢范淑芳大大咧咧的性格 使唤起来顺手 就算做错事被骂 范淑芳也不生气 要说小行比范淑芳大不了几岁 总在人家面前装得老气横秋 挺没意思 但范淑芳追在屁股后面 被尊敬的感觉 小行很受用 活儿一多 他们就得加班 车间管饭 一般是一碗面条 范淑芳把自己碗里的面 夹出一小半 到小行碗里说 行师傅 我吃不完 丢了太浪费 以后这夹菜成了习惯 只要他们一起吃饭 范淑芳就会先用干净筷子 爬拉给小行一小半 一些老师傅调侃 小行啊 你这个女徒弟不错 你可以得好好教教人家 范淑芳还没什么 小行的脸居然红了 她突然发现 他们说中了她的心事 都不知道哪天开始 她喜欢上了范淑芳 但那年头 师傅和徒弟搞对象 是会被人说闲话的 搞不好 还得受点小处分 她只能把这个心思 压了又压 不让她跳起来 可小行没想到 她压抑着的喜欢 会被别人抢了先 有天范淑芳的一个男同学 下夜班来找她玩 两个人在休息间闲聊 聊得热火朝天 一直到饭点还没走 范淑芳说 今天中午她请客 就在这里一起吃个饭 像范淑芳这么懂事的姑娘 请客的事儿 一定不会忘了行师傅 但小行很后悔参加 因为范淑芳全程都在和男同学聊天 基本上没顾上和她说话 而且她还把自己碗里的面条 夹给了男同学 酸水在小行的心里翻江倒海 她眼睁睁看着自己的特殊待遇 被人抢走了 那天下午在干活时 小行对范淑芳横挑鼻子数条眼 范淑芳被指挥的滴溜乱转 还要被她骂 连周围的几个师傅都看出来了 小行是故意为难人 平时脾气多好的范淑芳 再也忍不住了 眼泪在眼眶里打着滚 愣是倔强着 没让他们掉下来 下班时 范淑芳没有像以前一样等小行 独自骑着自行车先走了 望着范淑芳的背影 小行后悔地想抽自己耳光 她这是在干嘛呀 范淑芳又没做错什么 却当了她吃醋的炮灰 有本事 你就向人家表白 何苦做这样的事 她想了一晚上 决定第二天给范淑芳道个歉 俩人以后还要一起工作的 不然多尴尬 第二天小行早早地跑到车间 还买了两个油饼 准备用这个 打开赔礼道歉的大门 范淑芳被抽出去 参加厂里的广播操比赛 一个月都不来车间了 主任通知小行驶 她心里有种重重的失落感 油饼一直放到晚上下班 她又带回了家 广播操比赛的训练基地 在生活区的灯光球场 平时小行下班不路过那里 现在她总是故意绕着圈子 去瞧瞧热闹 全场挑了三十个女职工 范淑芳在里面很显眼 主要是她个性的板寸 太具标志性 远远地看着 她离窝且笑的样子 在小行的眼里 比电影明星都美 等范淑芳参加完比赛 重新回车间上班 小行发现有了点变化 先是范淑芳把头发留了起来 在后脑勺扎了一个小兔子尾巴 看起来多多少少 有了点女人味了 再然后 她不喜欢和他们坐在一起瞎聊了 没事就捧着一本成人高考的书看 小行慢悠悠地走到她身后 瞄了一眼 哟 小范是打算成为大学生了呀 范淑芳抬头笑笑 闲着没事干 看着玩的 后来的事实证明 她可不是闹着玩的 别人要考好几年 才全部考完的科目 她用了两年 就拿了毕业证 工作上勤勤恳恳 学习上又积极上进的人 在哪里都受领导青睐 主任就特别器重范淑芳 只要厂里有活动 都要把她推销出去 就像她是车间的一块金字招牌 露脸的机会多了 认识的人也多了 追求范淑芳的人 自然也多起来 其中不乏条件优秀的大学生 技术员 管二代 范淑芳早已出师转正 和小型平起平坐的同事关系 小型也可以追她 但她现在不敢了 她觉得自己配不上她 而且身边的劲敌太多 一不小心 她就得全军覆没 连做朋友的机会 都没有了 暗恋一个人 是件很痛苦的事 只能遥望你心中的女神 变成别人的老婆 然而范淑芳 没有像小型想象的那样 赶紧找个男朋友挂上 天天腻腻歪歪地谈恋爱 她对儿女情长的事 不太感冒 对手里的汗腔 都比对人轻 她的活越干越漂亮 都是靠下班后 自己一天天练出来的 这点尽头 小型 着实佩服 一晃好几年 小型快三十岁了 还没成家 大家开始急了 这么好的孩子 婚姻问题成了老大男 最急的是她爸妈 巴不得每个 经过家门的女同事 都是小型的女朋友 小型自己有数 让人站着心里的位置 塞不进去另一个人 可她和范淑芳的关系 就像成了一种定势 她不敢表白 她也默然 她寄希望于等待 等她回头 能看见自己的存在 已经二十六岁的范淑芳 像是和小型叫上了劲 也不谈对象 大伙都说 这师徒俩中邪了 范淑芳对象没谈上 却有了刺事业腾飞的机会 厂里要挑选一批汉工 出去培训 不但报销几千块钱的 培训费 回来就能拿高级工的 资格挣 涨一大劫工资不说 出去接私活 都比别人钱多 谁都知道 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哪个不是削尖脑袋 想参加 但厂里 给每个车间的名额 只有一个 主任为难了 按资历 小型势在必得 可范淑芳也不错 主任想了个主意 干脆来场比赛 用事实证明实力 这样也不得罪人 小型 心情既矛盾又复杂 对任何人来说 这都是一辈子的大事 范淑芳 如果能去参加培训 他又会被他超出去一大劫 他和范淑芳在一起的希望 更加渺茫了 这天下班后 小型最后一个离开了车间 但是有人看到 他在范淑芳的工具柜前 倒腾了什么 第二天比赛 范淑芳输了 他失去了这次机会 坐在休息室里哭起来 嘴角的两个梨窝里 盛满了委屈 他当然不服气 特别是听人说 小型好像动过他的工具柜 他恼羞成怒地 跑去找他算账 第二天刚一上班 范淑芳找到小型说 行师傅 我们再比一场 范淑芳的语气 是平静的 却含着不容忍拒绝的强势 小型看着范淑芳 足足过了一分钟 他才点了点头 比赛的结果 更加出乎人意料 小型输了 范淑芳把汉枪 往地上一丢 高傲地说了一句 行师傅 你输了 围观的职工 包括主任在内 齐刷刷地 看着一脸茫然的小型 他慢慢地 蹲下身收拾工具 缓缓地 转身走开 这更加坐实了 他动了范淑芳的汗腔 才导致他输了那一次 理所当然的 范淑芳出去参加了培训 而小型的名声 一落千丈 不仅仅在车间 连厂里的同行 都知道他偷鸡摸狗 做的事 太不厚道了 连带着他的为人 也不行了 难怪这么大把年纪 还找不到对象 这人就不靠谱 那时候大家都穷 人品就看得相当重要了 假如人品贴上不良标签 一切机会 都会与你擦肩而过 2002年 席卷全国的 下岗分流的风潮 终于刮到了机械厂 每个车间 都有下岗分流的名额 个个人心惶惶 一下岗 就意味着失去了饭碗 主任找个别职工谈话 最后一个 从主任办公室出来的 是小型 他水平过硬 可人缘不佳 自然也成了下岗的人选 而此时的范淑芳 却学成归来 代替小型 成为汉宫中的代表 车间不缺有技术的工人 下岗名单里 却缺有可以得罪的人 小型离开车间那天 范淑芳站在他身后 欲言又止 好半天他才问 行师傅 你有什么打算 小型头也没回地说 总会有口饭吃的 然后背着他的工具包走了 范淑芳站在他身后 看不到他脸上的苦涩 小型断断续续地在外面 打了几分零工 他有技术 确实在哪里都能混饭吃 后来在一家汽修行 落了脚 老板看中他的手艺 怕他跳槽 还给了他一点股份 机械厂与汽车厂合并后 成立了集团公司 又红火了几年 以前下岗的工人 有一部分又回头了 小型没有回去 在外面久了 他发现更喜欢现在的工作 凭手艺吃饭 钱也不少拿 很公平 可最令人无法理解的是 他一直没找女朋友 没有结婚 以前在厂里 是他名声不好 现在没有这点忌讳了 他还是认死理 范淑芳是第一个 走进他心里的人 却半辈子都没走出去 范淑芳倒是有了个 不错的归宿 和同场的一个技术员 结了婚 还有了孩子 只要他过得好 这就够了 小型在这种满足中 一年年地 把头发过白 小型 变成了老型 2017年底的一天 以前车间的同事 到修车行修车 无意中碰到老型 说起了范淑芳 那个女人挺倒霉 嫁个男人没过几年 男人出车祸死了 一个人刚把孩子拉扯出来 大学毕业 大学毕业有了工作 自己又得了癌症 老型的心 哐当一下 掉进了暗井里 摔得粉碎 怎么人好端端 得了绝症 老型是在一个雨天 去的医院 范淑芳 瘦到皮包骨头 因为化疗 头发掉得金光 整个人在被子底下 缩得孩子般大小 看到老型 范淑芳干酷的目光中 有了一丝灵动 她说话 有些喘 行师傅 我一直想和你说声 对不起的 这么多年 让你受了委屈 我要是再不说出来 死了也是个遗憾 老型摇摇头 摸摸她骨瘦如柴的手 冰凉的 没有一点温度 她一阵揪心的疼 用温柔的语气说 什么都不说了 我都知道 我从没怪过你 范淑芳点点头 眼里含着泪光 把手 放在老型的手上 当年范淑芳和老型的那场比赛 老型 的确是动了范淑芳的汗枪 但她不是做手脚 而是给她换了一个新的汗枪头 用起来 更顺手 虽然她怕她飞到自己抵达不到的高度 但谁不希望深爱的女人 能赢得漂亮 那么好的机会 她想留给范淑芳 可万万没想到 范淑芳 到底记不如人地输了 晚上 老型去找范淑芳 想和她说一声 她把名额让给她 走到她家门口 她终于明白 为什么范淑芳那么努力 那么想赢 范淑芳家条件不好 她爸死得早 留下母女两人相依为命 她妈 靠捡废品把她养大 范淑芳上技校 就是为了早点参加工作 范淑芳从来没有提过她的家庭 她耗面子 自尊心强 不想被任何人瞧不起 看着堆了一院子的垃圾废品 老型退了出去 第二天 范淑芳提出再比一次时 老型故意输给了她 范淑芳赢的不是一场比赛 赢的还有面子 虚荣 包括一点心虚 范淑芳是心虚的 为了赢比赛 那天她在老型的汉枪头上动了手脚 老型技术再好 也不可能赢了她 老型对范淑芳的那点心思 范淑芳不是不懂 她料定 老型就算看出枪头的问题 也不会说出去 她利用了老型对自己的好 自私地 抢走了向上攀爬的机会 的确 范淑芳掐到了老型的七寸 她是老汉工了 看到自己的汉枪头 一眼就发现了问题 其实就算她不使坏 她也一样 会让她赢 她没有去问她 她为她守住了这个秘密 她守住了对范淑芳最好的成全 最好的爱护 哪怕搭上半辈子清白 她觉得也值 范淑芳的葬礼 是在一个月后举行的 参加完葬礼的那天晚上 老型破天荒地喝了很多酒 她和她的徒弟们说 她们的师母叫范淑芳 她的心里只承认过这一个女人 也只有在范淑芳离开了人世 她才敢说出 她对范淑芳的爱 她时常在黄昏 煮一把面条 爬一半在空碗里 就着暮色里的鸟鸟白气 喝一杯辛辣的酒 清清淡淡地 吃下去 这一年 老型 五十岁 好了 故事读完了 在这个故事的评论区 很多读者都觉得 女主配不上老型的痴情 这么自私的女人 不值得爱 可爱如果一开始就问值不值得 也就不会去爱了 对一个人的感情一旦开始 有时候是不明缘由的 感性就战胜了理智 一旦有人入了心 另外的人也就进不来了 这可能是爱情最美好 也最伤人的地方 好了 这期故事就陪伴你到这儿 祝你今晚好梦 小茂在深圳 和你说 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